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方面止血 一方面安胎 是不是哦 是不是止血安胎哦 这才是它最主要的作用 而不是温精 主要在于它的什么 止血和安胎的作用 那么用点肝草去调和猪药 而为什么要用点清酒来行钥匙呢 是因为里头有一些药 相对有点资力 是不是 恶焦啦 帝皇啦 这些都有一点点资力 所以用点清酒去行钥匙 而这个清酒本身也是一种低度酒 是不是不至于伤胎 不至于伤胎 当然我们现在如果不用呢 我们也可以理解透了清酒的用意 我们就可以去换了 这里头还有一层含义 就是我们都知道的 中医有这么的一句俗话 出血之余必有淤血 是不是 它就有可能留下一些离精之血 成为淤血 所以用一点清酒还有一个目的 不仅是行钥匙 还要怎么样 稍微注动一下血型 但是为什么又不敢用太多的活血药 就还是得注意防止它活血太过 而动胎伤胎 对不对 所以用点清酒去住行 因此你理解了清酒这个目的 就知道了 一个方面它是帮助药力 行钥匙 防止这个药力太过滋力 另外一方面 它也有一点什么活血的力量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办 我们一个药不能代替它的功效 我们就怎么样 多个药如果你不敢用酒 因为觉得孕妇不喝酒 或者这个人本身就不喝酒的人 是吧 我们就怎么办呢 我们一方面可以用蒲黄 最好是炒蒲黄 为什么 蒲黄既能止血 还能干嘛 还能活血 是不是 所以这个药就不会 伤胎动胎 就不会动 是不是 但是它不能住行药力 怎么办呢 用点 杀人呐 或者白寇呐 这一类的 去运打一下它的药力 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但你最好不要用 我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你最好不要用 一些消失健脾的药去健脾 因为你想说 我们如果不是孕妇 我们可以用 三扎拉 二芽拉 帮助她吸收 那完全可以 是不是 比如我们后世 如果不是孕妇 我们用八蒸汤拉这些 我们也常常加点 二芽拉这一类的 帮助她更好的吸收健养 是不是 来助行药力 但是 孕妇不要用这些药 为什么 这些药都有一点点 不是动胎的作用 没有什么动胎的作用 它主要是 你们都知道 尤其麦芽 我不知道你们 学富哥老师提到过没有 麦芽很好的回忆作用 不光是麦芽 其实很多的这种消失 健脾的药物 都有一点点回忆的作用 当然孕妇 这个时候还没有哺乳 我们要不要 防止一下她 这个问题 是不是 虽然她没有哺乳 但是我们要更好的帮助她 乳汁的化身 那她 我们说的准备原料 是不是 而不是去损伤她的这个问题 所以孕妇开药 我们一定要 甚至有什么 要想得更多 要能治疗她的病情 要能更好的 兼顾她的这种特殊的生理时期 是不是 所以你要去助孕 就尽量不要用这些药 尤其是麦芽啦 骨芽啦 这些是吧 山渣啦 鸡肋筋啦 这些都尽量不用 你用的橙皮问题不大 是吧 或者杀人啦 或者白寇去注射 运力 听懂了吧 所以这个方 当然 当年张怡景是拿来治疗 认诚包主 什么叫包主 你们要作为名词来掌握 啊 必须得是认诚服从痛 然后 带有阴道下血 才叫什么包主 他当年是拿来治疗 认诚的阴道下血 服从痛 但是我们现在 可不可以拿来治疗 崩漏啦 或者 重景之地说这样的 半惨以后 漏下不止啦 可不可以 只要属于 不要就盲目回答 可以 只要属于什么 因血亏虚不能内守 这是我们说的 临床见到蛇是很淡 脉很细弱 这样的情况 你才能 应用 是不是啊 不是各个你都可以用这种的 我们临床见到一些 漏下的 还有热胜 冻血 包括你们妇科学的 什么青筋汤之类的嘛 是不是啊 必须得是有这样的什么 病激 而这个方依然体现了病症结合 是不是嘛 又去止血 又在干嘛 治病激的嘛 不血 是不是啊 所以我反复强调 张总领在哪个地方 都是这样来的 病症结合的 什么地方他都不会忘掉这个问题 是不是啊 他都不会忘掉 所以这两个汤证 就是哪两个汤证呢 一个是认成的 腐痛 一个是认成的 包主 认成腐痛之中的 当归 散要散 包主的交爱汤 或者叫胸归 交爱汤 这是你们作为考试复习的重点 而且包主要做为什么 名词来掌握 我们名词来掌握 那么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个认成恶主的重症 恶主轻症或者说我们说的正常的生灵状况 他没有出现脉气不合的情况下 是可以不治的 是不是 但是如果恶主的太严重 或者脉气也出现了异常 那必须得治 否则也会阻代胎儿的发育 所以恶心呕吐也可能阻断胎儿发育的 所以叫恶主 是不是 但当年张忠敬不叫恶主 他叫呕吐 是不是 所以请大家翻到原文的266页 我们来看第六条 第六条 这也是一个重点条文 要求大家重点掌握 他说认成呕吐 不止 干将办下人生丸组织 当然这个方子我不会去考你们组成 因为他组成就只有这三位药 干将人生各一两半下二两 但是请注意先别忽略了 他其实还有一个药的 生姜调成糊 是吧 生姜汁来调糊为碗再来吃 但我待会会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吃药 我们先来看这个病人到底怎么了 首先他的认诚 毫无疑问 呕吐 不止 你想到什么 嗯 第一很重 是呕吐的重症 要是 还有吗 你们都学到金贵的后半部了 都已经到尾声了 你们应该非常 习惯 这种 分析方法 就是我们说的症状背后就是什么 病急 对了 呕吐你一定想的是胃气在上里 是不是 而认诚 你们想想 往往 相对来讲 我们才说了嘛 气血怎么样 两胎 这儿不足 然后输血不利 这儿就禁运实施化身 法 圆 所以往往偏 禁运有利还是无利 无利 脾虚 脾虚失智 导致清阳无法生灼气 上犯 所以呕吐 但是 还有两个字哦 不止 为什么不止 关不住嘛 是不是 谁才管关嘛 顾手 气 而呕吐不止 谁管嘛 中交脾胃之气 所以再一次印证 偏虚偏实 偏虚 虚 是不是 所以什么命迹 中交什么虚 对了 说得非常好 气虚 是的 然后呢 为气善理 怎么字 怎么字 去嘛就 补嘛 是吧 所以 温补味 气 或者温补中交 是吧 你有偶 要不要直偶 你有上力 我要不要降力 所以要降力 直偶 所以等于你创了一个方法叫 甘将 半夏 人 生 晚 甘将 人生 半夏晚 用我们的 能生 干嘛 补义 中交之气 甘将 首而不走 更好的温中暖胃 是不是 温中暖胃 因为毕竟这种施酌之血还是偏硬嘛 是不是偏硬 然後呢 用半夏干嘛 降力 降力 之偶 因为半夏被喂之为 之偶的 药药 生姜被喂于之偶的 什么 肾药 所以他用了 生姜之去糊外 生姜 有几个作用 第一 本身他就能 之偶 他是之偶的肾药 所谓肾药 就是无过者方内为肾 半夏和生姜的之偶效果都非常好 但是半夏有毒 所以不能叫肾 他有过 生姜 这偶效果也非常好 但是他没毒 所以叫肾药 所以一个叫肾药 一个叫什么 药药 就足以见到 你偶突的太厉害 必须得让他破 所以生姜的第一个作用 本身就可以直奥 第二个作用 解毒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张东景的很多的汤方里头 他都是如果用的半夏的时候 他都在用 生姜 为什么 解毒 哪怕他不是偶突 他也在用 生姜 去解毒 包括你们很熟悉的小杀户他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当年张宇用的半夏真的是生半夏 不是我们现在的自半夏或者法半夏什么的 那基本上那个生半夏真的是有毒的 而生姜解半夏效果是非常好的 最后是才会有十九 不是不是十九味就是香味香杀 是吧 就是那个味那个香味是什么 好的 就是一个东西可以把一个东西的毒性给怎么样控制点 其中生姜和半夏就是这种良性香味的一个配对 是不是 生姜有很好的解半夏毒性的作用 对吧 所以 正因为如此 正因为如此 生姜的第二个作用就在于解半夏之什么 毒 当然我们现在就方便了直接用姜半夏 是吧 第三 生姜还有什么作用 温中 他还有他就是把这个药用生姜汁做成丸了以后 是吧 有个好处就是 由于它是这个味需 酌鞋在上饭 生姜其实本来也还有一点开胃的作用 而且他做成小丸 像多大呢 五脂大 我以前以为五脂很大 我当时读到这个时候我就纳闷了 我们看现在看到的五脂 当然那个叫法国五脂 是不是 那个五脂怎么样 说哪一个 对吧 炸弹的脑袋上都要动 对吧 我当时也想五脂那么大 怎么吃哦 你想他呕吐不止吐的那么厉害 哪吃了下去哦 是不是 后来我 也是在给乡村医生 上课的时候也给乡村医生就来跟我讲 他老师不是的 他你说的那种是法国五脂 真正我们 中国的五脂 他的那个五脂子是相当的怎么样 小的 所以 因为他们来学习是两个月嘛 是吧 中间有一个礼拜他就回去 他专门给我 带了一个小 小的这个一截 是吧 这种五脂子的 就他包在那个夹里头的 不该吃得像 菜籽 那么大 比菜籽略大一点 就那么大 非常小 所以我这下才搞明白了 做成什么丸 小丸 所以生姜之糊成小丸 第三个作用在于什么 他便于什么 吞服 小小的一点 对吧 含到这儿 他有点开胃的作用 然后一抿就下去了 为什么不用水 对了 呕吐不止 喝水都可能 吐了 何况是药 你这个药很好吃啊 是不是 所以才可以知道 张宗颖真的是用心良苦 他就那么小小的一点 是吧 抿到这儿 一抿可能就下去了 是不是 他就不像我们一喝 那个中药我一闹 就难受 是不是 那就更痛 怎么喝得下嘛 但我们现在方便了 喝不下我们怎么办 树叶嘛 营养液 是不是 就补充你的营养液 可以 对不对 但是其实就算你这么补充营养 最终还是让他能吃才好 能把他这个问题解决掉才好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 现在的药物制剂方法 就让我们很难以 这个 很好的运用这些机型 有时候变成一些麻烦 是不是 包括我们现在这点很多人呈呕吐 我们都觉得很被动了 有些呕吐的很绝 包括我刚刚说到那个后来 到了四个月后来跟他看完一下 我说你说没反应 现在反应出来了吗 吐的不行了 受不了了 后来他妈妈带他来找我看病 那我就跟他讲 这个药 给他开了药 怎么办 敏服 什么叫敏服 摘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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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但我也跟他又讲了一句话 我说如果你实在都喝不下去 这样喝你都觉得 老火的很 是吧 他说他简直一点东西都吃不下了 老火的很了 那你就还是得去干嘛 输营养业 是不是 但是我们如果能把它做成生姜 他们先麻烦 先病人就是这样 如果真的是能用一点儿生姜吃 自己讲 是吧 嚼了以后然后拿来 把这个药打成粉 而且药方也很烦 要打粉打散 一公斤其打 这哪需要用这么多吗 是不是 你买那么多来干嘛呢 是吧 所以就很烦了 就导致了我们这些没法运用了 但当年之后你就很方便 是不是 那么那个时候相对来讲 病人可能不嫌麻烦嘛 是不是 自己自作 然后用点生姜汁 稍微裹成完以后 那个生姜有一种开胃的作用 你要我们为什么炒菜啊 煮菜就都放生姜嘛 煮汤你们包括煮鱼汤 这些为什么都放生姜嘛 那不就是开胃必腥 是不是 所以你们寒在那很舒服 然后一吞就下去了 所以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如果治疗这种 不光是认诚呜吐 即便是呜吐的病人 你都要知道 你不要方法 你不要 死传手离 激戒得很 每次一杯 一天三杯 如果是呜吐很严重的 那不可能喝得下去 是不是 那你怎么办 就少量贫富不说 如果它呜吐得太严重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冥福 哪怕一滴 是吧 明一点酸一点 然后慢慢把它咽下去 是不是 但是时间就不要距离于 几次了 你想喝水的就拿那个喝 是不是 所以 这个方子就体行了这样的原则 就是我们说的温 补 中交之气 然后呢 也要降临 直 呜 必须要降临直呜 你有这个呜吐 你就必须要把它剪削掉 它才可以吃得下东西 它的气血才能 有缘 它的胎儿才不至于阻断 它的生长发育 对不对 但是这里头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说的 代价的问题 代价 现在是什么 诶 圣用雅 认证的是什么 圣用雅 那么圣用雅的意思告诉你 不是不能用 那你要用 你只要慎走 第一 你不要再用圣伴一下了 你直接用什么伴下 将伴一下 而且 用量 不要太大 是不是 不要太大 从小几点 开始 而且你还可以用竹如嘛 是不是 或者 其他的 比如什么 哪些啊 嗯 陈皮 是不是 也能很好的合胃 可以 直吐 还能 安胎 是不是 白 扣 杀 人 可不可以哦 可不可以贱皮 可不可以 直吐 杀人可不可以直吐 恐怕可以哦 是不是 还能安 胎 咱们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些药物去干嘛 代替 大家如果要用也是可以的 不是说绝对不能用 是不是 但是必须得针对这宗交 脾气虚 然后施灼 组织 中交导致青阳不生 灼气 上反 而这个方当然除了认成呕吐可以之以外 这种病剂的不是认成呕吐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用哦 当然也可以 是不是 当然也可以了 就是我们说的病剂属于中交虚的 然后 施灼 上反 甚至或者隐邪上反 但你们要知道 它的特点一定是呕吐的是什么状态 清闲为主 闲磨的很多 而不是失误 是不是 而不是失误 就闲磨很多 但呕吐嚴重以后它还是会出现失误 是吧 蛇字应该 但 它是什么 白或者白利 慢呢 滑 但孕妇肯定 也会滑 就不是孕妇她也可能滑 还有呢 相对来讲 邁气重案比较无力 所以这种认诚 恶主的病症 我们一定要 知道 不要 不治疗 还是要治疗 否则它就会阻断 我们包公的 发育 是吧 包公的发育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 认诚的 呕吐 或者后世叫做认诚恶主的重症 我们也要给大家重点的掌握 这也是一个重点条文 啊 这也是个重点条文 那么我们 接着 再来给大家介绍 抬动不安的两个汤房 但这个不算是重点条文 我们作为熟悉的内容 因为我们说这些病症绝对是什么 认诚期间最为核心 最必须得有效解决的问题 是在必须得有效解决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 胎动不安 跟认诚浮痛 和认诚的下血也一样 是必须得引起重视之中的重视的 那么 胎动不安 你们都很熟悉了 他就是怀孕了以后怎么样 出现胎动的表现 胎动频繁发生的表现 是吧 那么而且胜局严重的也会出现少许的 因到什么 出血 因到出血 当然 我们至于作为胎动不安 我们就要怎么办 安胎 是不是 就要安胎 但是我们就要分析一下 他为什么会不安 不安就是非生理的状态 生理的话就该安 那么生理是什么状态 他要安 就得有气血的冲合 而气血的冲合 尤其在早期的时候 就有那谁 肝和皮的相互什么 协调 肝也要 血肠 输血有力 皮也要什么 建韵有力 是不是 皮也要建韵有力 所以肝皮的协调是相当重要的 相当重要的 还有呢 血也要 充正 气肌也要调和 而且 还不能有邪气 这是生理嘛 是不是 什么的不能有邪气 比如施邪啦 是不是 淤血啦 这一类的邪气还不能 存在 为什么不能存在 他存在的话 就会导致包公里头有邪去阻恶 那也就会影响我们胎儿到安宁 就像我们人家在睡觉 你突然出了一个义务进去 骚扰他 他当然就不安咯 是不是 所以这是生理情况下 总之我们就要保持气血的通合 而且通合无血 对不对 所以如果不安 他忙忙就跟什么有关 肝血不畅 脾虚失智 气血不畅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这两个汤方 现在已经不作为 经常就是张鲁迪说的 常负责 养胎的药物来吃了 就是我们说的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才用 是不是 而且呢 现在更多的是用什么 受胎碗 因为这个时候认为 跟肾气的不顾 关系更为密切 是不是 但是这里头 我们就要蕴含的一个思路 就是这个方 不重要 我经常给大家讲这句话 方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关键是他的什么 思维 我们在治疗胎痛不安的时候 一定要循着这个思维去做 所以往往我们 包括我自己 有时在临床用受胎碗 我都不仅仅只用受胎碗 必须还得去 羊血 柔肝 贱脾 不气 是吧 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疗效 所以张东颖对于胎痛不安的治疗 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思路 羊血 柔肝 贱脾 所以他经常用的几个药 我们汤方 由于不是重点条 我们不做重点介绍 那么经常用的是哪几条 哪几个药物呢 就是当归 白猪 还有我们的 脂肪 这样的药物 他经常用这样的药物 甚至我刚刚说到当归陕 他告诉你 藏服 是不是 他为什么 常常用这样的三个药物 当归可以养肝血 是吧 而且也能保持 就是河血 就是应该说是 在当时大战指的是河血 调和 是吧 那么 白猪可以贱脾又除 痴又能 安胎 穿胸 行血中之气 防止契机的什么 育恶 所以这是张东颖非常喜欢用的三个安胎药 希望大家借鉴学习 什么叫借鉴学习 你不一定非得用这三个药 但是你要借鉴他这种思维 羊血柔肝 贱脾什么 除 痴 是我们重景非常 重视的 认诚期间安胎的一种思路 所以真的胎中不安 我们常常可以佐以这样的一种思路 但用药 你不一定用当归咯 你可以用地黄 是不是 或者白勺 还有呢 我们这边 贱脾白猪还是可以用 福林也可以用 橙皮也可以用 杀人白寇也可以用 而行血中之气 穿胸 不用 我们用什么 郁金或者香腹 也是挺好的 所以 这一篇我们要求大家重点掌握的内容 一个是 第二条 认诚胎症的什么 鉴饼 以及 我们讲到了 三个重点的汤症 一个是 小药症 一个是 焦碍痰痰症 一个是 端将人生 半下完痰症 作为考试 你们都要掌握他的理法方 要 这是我们认诚病的内容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 这么多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 产后病 其他的几个没有介绍的条文 你们就要作为自学 自己熟悉 了解就可以了 请大家翻到262页 我们来看 富人产后病 麦正志 第21篇 很明显 这篇讲的是 产后的病症 而产后 常常出现哪些病症呢 对了 你们可能背的很熟的 老师都会给大家介绍过的 产后多虚 产后多余 是不是 那么这是病基的嘛 这是病基 那么病呢 常常见到哪些病呢 所以这些病 产生的病 就可能跟这 多虚 多余关系 怎么样 很密切了 所以张忠敬说 由于产后多虚 虚吗 当然不仅是气虚 不仅是血虚 还有什么 气虚 其实还有金亏 是不是 第一 血虚毫无争议 因为产后本来叫失血 是不是 而血中在气 而你生小孩本身也是个好气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 气虚 金亏呢 对了 说得很好 你们如果看过 当然你们肯定没有这个经历咯 是吧 如果看过电视 你发现那些顺产的妇女 是吧 那是全身都是 嗨呀 对不对 但是 包括我不知道 包括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一个影片叫做大肠经没有 是吧 那是我看过的唯一的一部韩剧 我记得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 这个 那个妃子 是不是 生小孩的时候大肠经给他 接生 那个汉 是不是 逗大的汉族 不停的往外乘 所以很逼真 这拍得也挺好的 是不是 所以 产后 因为那个时候不可能有泼妇产 当年张忠敬时代肯定是什么 孙采 那出汗也很厉害 所以 不仅 血虚 还气虚 还什么 金灰 所以张忠敬为老这个虚 他认为 产后最常见三个病 禁 郁卯和大便来 为什么要禁病 但实际讲是产后 波上风做了手术以后产生的 其实不是 不见得做手术 包括孙采也可能出现撕裂症 是吧 就即便没有伤口 他也可能容易 换禁病 我的意思不是说没有伤口 就即便说这个伤口没有感染啊 没有像西医书的感染啊 什么东西啊 这些是吧 他一样有可能禁来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学过 但我们禁病 我们在这就语不再讲了 前面我们讲过了 而且伤害也讲过了 是不是 禁的一个核心肌理 除了有外血清洗以外 还有什么 不能入氧经脉 经脉是氧嘛 然后 血也好 精也好 都是要入氧经脉的 那经脉就更容易怎么样 饲养 所以就容易发生静暖性的疾病 是不是 所以不见得非得要是 产后的破伤风 才归属于精密的范畴 他有时候出现爪假 不利 有些人产后以后怎么样 爪假不利 包括西医认为的 有些人生了小孩以后 他的基础水平 混乱了以后 就都内风湿啊这些 其实都可以隶属于这个范畴 是吧 都跟我们的 虚 静脉施氧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什么叫玉帽呢 血晕 是不是 头昏 甚至于头痛 然后 晕 为什么 虚嘛 不能什么 入氧 对吧 所以 清教施氧 还有 由于清教施氧 他也容易感受 外邪 也容易导致这种 我们说 血云啊 这样的表现 大便男呢 这就很简单了嘛 精液也不足 血也不足 不能入氧肠道 那当然就怎么样 大便男咯 包括韧成大便男 也是这样的激励 只是他那个是相对的 这个是什么 绝对的 是不是 那么还有 张主任告诉你 除了这三个病以外 产后 腹痛 也容易见到 产后 中风 但其实就是指的 我们产后发热 这样的病症 产后发热是很常见的呀 包括我给你们提到过 我父亲也是中医 是吧 然后我母亲也是医生 但不是中医了 就是妇有保健的 医生的 是吧 所以我们家就住在妇有保健院了 然后呢 他们 这个生小孩的 对妇保健嘛 肯定就是一身 的 病人最多 是吧 经常都有这种情况 请我父亲去会诊 所以成了一个 不是妇科 成了一个兼职妇科的医生 因为我们住在那儿 所以我说老爸上班之前 又去给他们看病 或者是下班回来 去给他们 这些看病 他们的住院病人 有些生了小孩以后 一天两天就出现发烧 他们说抗认出这些 他们就不行发现 怎么下来啊 就发烧反复 然后就请 中医去会诊 大家就正好 究竟就请我 好不好 是吧 就会诊 所以那时候我以前 读大学的时候也是每次回家 也包括现在也是回家也是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我就跟着他去看 就看到这些 大量的这种病人 产后脑出现发热 当然这种发热 不一定是体温升高 也就是自觉发热 是吧 出汗很多这种 那么中医治疗效果非常好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 产后非常常见的一个病 只是当年 张力把他称为叫产后重疯 另外还有呢 就我们说的产后烦乱 导致乳脂不畅不痛 尤其这种 乳中虚这种情况 张力说的乳中虚 这是乳脂不够的情况 对吧 很常见 很常见 尤其是在现在 不知道为什么 包括我自己 我都觉得纳闷 因为我自认为 我身体素质 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气血是很充盛的 是吧 我根本没有想过 估计还是跟年纪大了有关了 真是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生了小孩会奶水不够 我没有想过 但真的就不够 是吧 所以后来没办法 就只好搭着配方来吃咯 是不是 而且我在临床上 看这种病人 好多都是 残后 乳脂不够 怕来 治疗的 怕来中医治疗的 这种情况 所以乳中虚 这个情况也是一种怎么样 非常常见的病症 当然 也可能伴随他的偶尔了 这些情况 是不是 那么还有就我们说的 甚至于也会出现 残后拉肚子 这样的情况 当然拉肚子 我们就按照拉肚子变 但是残后还是那句话 既然多虚多余 你在自拉肚子的同时 你还得 顾着他的什么 虚 血虚啊 气虚啊 这个精虚啊 是吧 这样的一些特点 你就要把握 是不是 就要把握 所以 正因为如此 正因为如此 我们残后病症也很多 是不是 张主颖当然也认识到很多 那我们重点 会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三个大病 我们把肌理讲清楚了 你就知道怎么 循着去治 是不是 但是由于比如说他的大臣其唐啊 这一类的 都是你们以前怎么样 上海 学过的 是不是 我们就不再多做介绍 但是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的是 产后 腹痛 产后 中风 和产后 乳中 蛆乱 偶利 这样的极客病症 那么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 张仲敬说的 产后有三大症 哪三大症呢 问曰 新产妇人 有三病 一者病静 二者病欲貌 三者大便难 何未曰 思曰 新产血虚 多 汗出 喜 中风 故灵 病静 王血腐寒 寒多 故灵 欲貌 王今夜 未曰 故 大便 南 这样的三个病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他认为 产后 是多件三个病 哪三个 静 玉卯和大便难 但是请注意 他在这里印来首先描述了这样的两个字 心 惨 什么叫心惨 对了 刚生了没多久 是不是这意思吧 什么意思 其实 里面就蕴含了另外一层含义 就是如果是产后时间比较久一点了 三五个月了 这三个病就不是最常见的了 那胃 对了 一方面气血回复的 因为产妇都吃的好的 是不是 孕妇吃的好不说 产妇也吃的好 因为他胃奶的嘛 是不是 所以 心惨妇人最容易出现在三个病 而如果 我们 不及时治疗 他就有可能 闹下一个什么 病根 是不是 就可以闹下一个病根 那么 要怎么治疗呢 就必须得先明白 这三个病是为什么 在心惨后常见 是不是 容易出现 甚至有些惨后的禁病 如果真如希讲的是惨后破伤膜这边 他真没字了 是不是 所以 很危险的 所以张论 就告诉我们 第一 心惨容易得这三个病 第二 我们对于心惨妇人要密切的观察 有没有这三个 病的出现 如果一旦发现 抓紧时间 极其质量 千万不要脱衣 是不是 所以他说为什么 容易出现这三个病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惨后 血虚 尤其刚刚生产了以后 又出了 大量的汗 又伤了什么 精 血虚了就不能导致 正气的抗血 有力 邪气就容易怎么样 进来 是不是 所以邪气一进来 就更容易什么 导致气血的欲恶不通 是不是 所以他告诉你 这 这个情况 就容易发生什么 禁病 为什么容易发生禁病 因为一方面 经脉 施养 一方面邪气 肉侵 也会导致经脉更加不痛 是不是 所以容易发生禁病 那么 为什么容易出现欲骂 欲骂就是我们说的 眩晕啊 这种表现 是吧 或者甚至于觉得 心头 我们史上说的 做肥 是吧 总觉得想呕 但是呢 主要是一呕一翻的时候 就觉得脑袋什么 晕 不舒服 所以他跟呕吐还不一样 是不是 他觉得昏沉沉的 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 头晕目眩 方子断 对吧 那是什么原因 就是刚刚提到的 他又出汗 又 血 湿 当然就 因血不足 不能入养于青下 这边 也容易 由于虚 也容易感受什么 外邪 是吧 所以 而且 汉代 我们说了 为什么他专门抢下寒兜 汉代 本身 天气比较什么 寒冷 是吧 天气比较寒冷 所以更容易感受以寒为主的邪气 寒主收盈 零恶不通 气血更不能上大于 倾向 就堵到下头了 是不是 所以张总盈说 容易发生什么 浴马 那大便难就最简单了 精液丢失了 不能入养肠道 大便就出不来 所以对于这三个病 我们都要重视什么 羊 血 山 筋 这样的共性 听懂没有 这样的共性 当然 玉帽的 我们如果有这种 洋气上升的 我们就 饮羊下 下行 或者饮血下行 那么大便难得 我们可以用一点 羊血又通便的药 是吧 那么如果是 静病的 我们叫羊血 驱风 来自静 总之 不要忘了 羊血生精 这样的四个共性 听懂没有 所以我说的任何疾病 都是有 共性的 对不对 然后再根据不同的病 不同的症型 分型论治 辩症 论治 对吧 这是我们说的产后 这三大症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 这么多 介绍这么多 重点我们待会儿 休息一下 介绍产后浮动 这样的一些病症